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根有在我们报纸的专栏 曾经在写过一篇很令人感动的一个文章 就是谈你 他说在上一届的周旋的时候 他有fax回去总部说他想退选你 他不想再做周主席 可是你新业从KL赶来 然后叫他半夜都要来你家 你跟他生谈了一晚 然后他的太太很担心 说这么一夜还要出去 老大还要找你谈政治 很担心他 然后他说他跟你谈了一夜之后 谈了很多 他说当年如果没有你 他是不会来应征你的政治秘书 因为你是林吉祥 很感动的一番话 他说你让他留下来继续要奋斗 因为在你的面前任何人都是很渺小的 任何的努力都不够你 你怎么样看 你想起他 你这番话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感谢他 然后呢你自己呢你自己五十年 你最感动是什么 最感动 嗯 要去想一想 哈哈哈哈 是不是想啦 第一个浮起来的印象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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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一直都去探望郭京福 我们也在郭京福的FB看到 哇你怎么没说都看着呢 每天的这个是我们的 每天的这个是我们的 哈哈哈哈 我没听到做功课吧 你其实怎么 你都这么忙了 你还一直去探望他 那我经过 可是听过不一定要去看的 你就是有心 对的 经过他们的都是老同志 对你来讲这份同志情很重要 大家都在一起 很多在一起的这个 争取 为什么每一个 DNAB的人都要叫你老大 不知道我要问 我会该问他们 哈哈哈 他们每一个都这么样的支持你 你这么样的仰望你啊 视你为偶像 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的地位在党里面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领袖 就是他们的所思 一个向心的地方 你是向心力 他们的向心力 那你对这个党员 对你的这份互爱 有什么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